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何佳欢 故事一开始,男主老许是个乡下人 平时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却十分开朗 老许有一个妹妹叫做翠翠,翠翠多年前嫁到了外地 兄妹俩已经许多年未见了 最近翠翠写信邀请老许来自己家小住 只是这个建议遭到了翠翠丈夫大黄的反对 大黄在一家鞋店打工,本来就收入微薄 如果老许再来的话,那家里的负担将会加重 大黄的妹妹亮妹天后也不太同意 只不过翠翠非常强势,坚决要哥哥来 对此大黄和亮妹也无话可说 很快老许来到了翠翠家 大黄因为不满,却故意把老许安排在了狭窄的厨房 然而老许心大到也没太在意 只不过他在乡下的一些习惯却影响到了大黄全家人的生活 比如在客厅大口大口的吸烟 这下大黄终于忍不了 当即和他约法三章不许再随便吸烟 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一家人在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 为了给老许接风洗尘 大黄作东带大家一起去吃自助 过程中,大黄的女儿小黄调皮捣蛋 欺骗老许说,自助餐厅有规矩,只能吃一盘 老许是第一次吃自助餐 于是就信以为真,为了吃灰本 他直接找了一个超大的盘子装食材 吃到一半时感觉肚子撑 就直接趴在地上做了几百个俯卧撑 按照这个方法,自助餐厅差点被吃破了铲 饭后老许去上厕所 老许没有见过世面 就以为便池是高级的洗手台 于是他不仅洗了手 还把兜里的苹果放在便池下洗了洗 然后张口就吃 这让旁边上厕所的人看了一脸震惊 这天老黄一家人又带着老许去参加 亮妹男朋友开的展览会 老许在展览会上没忍住 偷抽起了烟 还把烟吐进了展品里 弄得展品无烟瘴气 害得亮妹和男朋友分了手 一家人终于开始为老许头疼起来 这天老许抽到了一项旅游大奖 大黄兴高采烈的为老许安排去旅游的行李 心想着终于要送走这尊大佛了 可就在送走老许后没多久 大家就收到了飞机逝世的消息 一家人设起了灵堂 对于害死老许自责不已 不过很快脆脆发现 老许走之前签了一份保险协议 前家人将有50万的保险赔偿 这下子大家又高兴了起来 可当天晚上老许居然回来了 原来当初老许因为睡锅头 所以错过了那般逝世的飞机 虽然老许还活着大家很高兴 可是为了50万保险金 他们决定先把老许藏起来 这天保险公司上门看看老许是否真的去世 匆忙之下老许躲到了窗户外面 眼看保险公司的人还要聊很久 而老许在窗户外面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就在这种时刻 大黄果断放弃了50万的赔偿金 选择救下了老许 保险公司的人发现上当受骗 当场撕掉了50万的支票 影片到最后养好伤的老许决定回乡下 全家人一起来为他送行 这部电影也告诉我们 不管家人有多